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内风式关节炎为什么会引起疼痛呢? 它是因为滑膜的炎症水肿以后 我们炎症的这种介质会引起我们痛觉感受 所以说内风式关节炎为什么会引起疼痛的原因 当然我们讲痛风也可以引起疼痛 痛风为什么会引起疼痛呢? 是因为我们血里面的尿酸突然沉寂在某些原因 沉寂在我们的关节当中 沉寂在我们的关节当中就有很多的一些炎症因子 在局部的一些释放 这个时候也会导致疼痛 而且这个时候疼痛的程度呢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剧烈的 然后另外的一些原因呢 我们工作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不良的习惯 比如说我们用手 对于这种手部的这种我们工作当中 比如说鼠标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电脑好了 用鼠标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保持一个状态 引起这个肌腱 引起这个关节的一些磨损 一些破换 这个时候也可以引起一些疼痛 或者是我们一些工作当中 一些一些工作当中 对于这种关节的一些磨损 可以用那个一条 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 看到衣服的状态